你好 我是韓國人 我們是打假漢將 首先先感謝大家昨天大力的分享以及按讚我們那個打臉1450跟綠營的幾種方法 那我也希望大家訂閱代替掌聲好不好 多多幫我們訂閱支持一下我們這些敢講真話的年輕人 那我昨天有看到非常多留言 很多支持我們的我也先跟大家感謝一下 然後我也看到非常多 就不出我所料的留言 也開始進來了 我有看到一些就跟我 影片講一模一樣 完全都是用感覺 講說什麼啊 說我沒念書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叫我建議我多念書 我昨天講的跟念書有關係嗎 我昨天講的就是講一分證據講一分話的東西而已 跟念書有關係嗎 所以這些小綠營小台獨 都覺得 一定要念書才有言論自由嗎 那我還有看到很多可愛的留言說什麼呀 又留什麼F1啊 又留迪士尼 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可愛 你們你們真的覺得 這些大哥大姐 支持韓國瑜的年輕人都是因為韓國瑜的F1 或者迪士尼 可以去迪士尼 或者是去什麼挖石油 就因為這樣去投韓國瑜嗎 你們好像真的完全搞不清楚別人在想什麼 好 我還是要跟年輕人聊一聊 為什麼很多人一直說 韓國人你幹嘛要講韓國瑜你就要扯到綠色 一直綠色一直拼命講綠色的事情 怎麼樣怎麼樣講他們過去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其實韓國人講這些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一直拼命說服爸媽說 不要投韓國瑜啦那個草包喔天啊那個草包 講講而已啦 你趕快投小英啦 小英可以守護台灣 不會讓我們主權被賣掉啊 投韓國瑜主權就會被賣啦 但是我講真的你們 你們的父母親大概聽到 喝一下 為什麼 因為非常簡單嘛 他們已經經歷了 非常多的政治人物了 20年前 有一個人叫陳水扁 他出來的時候一直 我是台灣人 你們外省人 然後那時候 阿扁就開始搞分話 然後你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那時候國小我記得我很愛講說 我是台灣人 所以那時候那個 台灣人這個民主意思啊 在阿扁那個時候 一直深入在我們內心 然後剛好那時候選舉嘛 然後他也是那種 台灣獨立 那時候社會環境也是非常富裕的情況之下 很多爸媽也 就投給阿扁嘛 因為覺得台灣 哇很厲害啊 我們現在 你看大陸呢 GDP 台灣那時候根本屌打 好不好 大陸窮酸 敲不起他們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可以做自己主人獨立 有沒有 脫離大陸 但是8年過去了 台灣有獨立嗎 沒有嗎 阿扁還說 哇 獨立是 不可行的 昏倒 然後又經歷 馬英98年 然後綠營類也是 一直罵的 賣台 有沒有 整天都是賣台 然後兩岸直行也是 洪威比那個 解放軍會 清台 有沒有 木馬屠城 98年過了 有賣台嗎 好像也沒有 然後接下來又是蔡英文 最近可能遇到香港這件事 然後前陣子 搞東廠啊 然後現在修公投法 奇怪 你們年輕人對公投法完全沒興趣 我跟你們講 如果 馬英九時代修的話 哇靠 我看這些太陽花 全面攻 又攻佔了 退回 黑箱公投 還錢於民 還權於民啊 結果現在這些太陽花的人 不知道跑去哪 蠻好笑 衛政黨服務嘛 所以你們爸媽 其實都看得 非常多了 你們知道嗎 然後 很多爸媽也是經歷過 獎金國 中後期 那都是台灣最 經濟奇蹟的時候嘛 賺最多錢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很多爸媽都會講說 哇在那個時代 就是 錢沒了就去賺就好啦 賺到不少錢 到了現在 很多爸媽都 覺得 哇 賺錢真的非常不容易 像韓國人是街頭藝人 我記得 四五年前的時候 很多人 都願意投一百的紙巢 到了現在 其實我表演是越來越精彩 沒有退步 現在投個十塊 都捨不得 可能投個五塊一塊 蠻多的 所以真的經濟現在 真的不好了 所以你們爸媽也是擔心 你們 會辛苦 又看到蔡英文 那個從阿扁已經搞統獨搞到現在了 整天一直罵國民黨賣台怎麼樣 也沒賣 然後 又看蔡英文整天嗆中共 然後中共也是越來越精盛了嘛 已經快GDP已經 台灣已經占不到他幾%了嘛 那大家也很清楚說 我們的問題就是卡在 跟中共的關係嘛 他們也非常清楚這些問題 所以又加上看到蔡英文說什麼 守護台灣 對他們來說 守什麼台灣啊 這20年前呢 看他別人對不對 唉 所以你們要理解啊 你們爸媽都已經經歷過那麼多年代 所以又看到韓國瑜現在上任 然後講話 非常庶民 很多一般老百姓都聽得懂 就跟蔣經國那一樣啊 他講很多的比喻 大家都聽得非常的理解 那也說 就讓兩岸好好的去發展 好好的交流 當然要談到什麼合約那些簽子嘛 韓國瑜也講了 不可能會有一國兩制 而且韓國瑜在20幾年前要選立法委員的時候也是 堅決拒絕一國兩制 他上面 他的選舉的一個公報啊 都有寫得非常清楚啦 不是現在為了選票才在那喊的啦 所以你爸媽當然 看到韓國瑜當然會覺得 至少比蔡英文有希望嘛 對因為 講坦白我們給 民進黨的 時間也是非常多啦 所以不要覺得你們爸媽腦袋孔不利 而是你們要去看權方位 為什麼你爸媽會這樣想 你也要去了解 你父母 因為他們已經看過太多了啦 所以你們也不用去想說 一定要去說服他們 我也不奢望他們說服你 我或者我說服你們 但是 絕對不要 雙重標準 好啦 如果有喜歡 今天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留言 然後我們可能日後會 開直播 好不好 回應一些網友 因為我覺得有些網友 留言非常的激動 對我覺得我可以用 直播的方式跟你talk會比較快 一直打字好煩喔 我們幹嘛一直迂迴在這個文字當中 好啦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喔 幫我們訂閱 幫我們按讚喔 那我們是 打假和將 我是韓國人 下次見 掰掰 太好了 吧 金 魚 小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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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